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人者必須死啦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是我們禮拜日的時間 禮拜日的時間的話基本上都是我們換日的時間啦 那今天的話哲平就來做好事情囉 因為這件話基本上我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因為B卷跟D卷跟C卷還有一些卷其實都還蠻難搶的啦 所以哲平在我們的商店這邊的話基本上都會 去買我們這個卷子喔 然後去刷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拿到更多的卷子 然後去分給大家 那這邊的話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單封轉盤啦好不好 這個目前來說到我們的14號都是可以來轉一次的 那現在來說的話哲平也累計了820個這個單封 那看一下能不能把我們的SS級懸賞令跟SS級的 衛電競全軸給他好不好抽出來 而且這一次的話這個轉盤啦 他裡面有增加了這個楓葉地板喔 就是我們就是那個在我們這個忍者小屋 可以去佈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之後的一些活動的話 感覺都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家具的東西涵蓋在裡面 這個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喔 好那今天的話我們就 斷封轉盤開轉 看一下能不能拿到SS宣場令 應該是可以啦 這四個應該不難拿吧 820個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其他的都已經解完了 剩下送飯團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經濟場的抽獎幣 那經濟場的抽獎幣的話其實這拼也累積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我們就開抽 20抽一次 轉起來轉起來 拜託了 好經濟幣 這就是剛好可以去抽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競技場那個寶箱的喔 20抽一次欸 那820個大概只能抽個差不多 820除以20錢多少 41次 41次好不好 41次能不能順利的把我們SS捐上令跟我們SS的圖卷帶回家 求求你了拜託拜託拜託 反正他這邊旁邊的星星好像是 4次一定會中一次大獎了好不好 那我猜啦最先中的一定是圖像啊 好不好 頭像一定最先中 圖像來了 喔不是欸居然是節省服的 OMG但是這邊會寫說 第24、54或是54抽獎必得頭像喔 OK啊好吧 那要抽超多次才可以那個欸 才可以有一次欸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可以抽到黃金的東西啊 希望是可以欸 欸加油欸 一堆競技幣欸來了 反正四星的話基本上就很有機會就是會歪到 就是不是歪到啊就是會讓你抽到就是 黃金的來了 黃金拜託SS懸賞令 哇金鑰匙金鑰匙也還是不錯啦 因為最近的話我們也在你的一機鑰匙當中 就是看有什麼好武器啊或是一些好東西的話 我們都可以直接把它給抽回家 哇 運氣該來了吧 我是覺得最重要的就是SS級未鑑定券跟SS級的懸賞令 因為頭像我自己是還好 不過有在收集頭像的人的話應該會還蠻想要抽到頭像的 哇工業地板感覺其實我自己個人應該是蠻喜歡的但是 抽不到啊 怎麼好像有點難抽 哇又是節省服好像還不錯 來了這應該會中了吧 該黃金了吧 欸SS OMG不會吧 我被全部抽完然後一個黃金人都中不了 那我也太可憐了吧 欸怎麼感覺怪怪的怪怪的 不對喔不對喔 不對喔不對喔 怎麼感覺怪怪的 怎麼抽不到 欸 欸 我以為他剛剛要停在地板那邊欸結果沒有欸 地毯也抽不到 頭像也抽不到 來了 該來一個了吧 該來一個黃色的了吧 OMG絕醒石嗎 喔不 欸在開玩笑喔 OMG的 沒關係他這邊好像25抽 會必中一次 25跟50 所以這四個裡面選兩個是不是 感覺是這樣還是可以全部抽完啊 欸拜託了拜託了 哇很難中欸天啊 來了來了來了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喔 所以在這個必中之前應該 有沒有有沒有能歪到啊 感覺很難欸哇頭像果然是頭像先 MG的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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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抽噁噁噁噁噁 但是這邊好像 就是你應該也不會再抽到頭像對不對 他已經把他那個屏蔽掉了 哇屏蔽掉了 彩虹魚壁 一直來一直來 那沒關係啊你給我更多的那個什麼 更多的節省服或是金鑰匙 我自己跟著蠻開心的 因為現在我們都比較少課金的嘛 對不對我覺得這個 這幾個對我來說的話也都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概念喔 來來來來金鑰匙要不然就那個 不要屬性死了 屬性死不需要 不需要屬性死了 哇 好像是每25抽一定會中那個欸但是 我一直以為在這之前搞不好有可能會歪到 那看起來應該是 應該是應該就是必中的感覺了喔 我的運氣就是這麼貝嗎 我真的感覺應該還是有人可以就是在這就是必中之前 中到這些東西但是我的運氣就是 就是沒辦法好不好 這從我平常在打寶箱開東西的那種概念就可以看到了 我自己已經 見怪不怪我已經隨便了你知道嗎 我已經隨便了 所以我現在打寶箱那些我都是 哦好啊打完啊然後全場你打一打哦好我有打了這樣子 我已經不會再去期待我會不會開到什麼 S券或是 或是SS券什麼之類的因為 那種東西 不屬於我 我在這款遊戲真的是蠻非洲的喔 加油加油 哇我們這邊好像只能抽到 44喔剩下應該就是要把那個 把我們就是那個其他的那個任務完成 哎 地毯 哎有哎你自己看有沒有他說 是25次或是54必中所以你看我們這邊第44我們就中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拼運氣的啦就是那個星星 那個星星就會讓你就是有機會中到我們就是那個 紫色的或是黃金色的好不好這個算是 好不好完全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感覺的東西 好沒關係剩下我們就慢慢 我原本想說今天可以發個SS券給大家那好吧那那也沒辦法 那也是沒辦法好我們先 做個快樂的人 做個快樂的人我們先把那個 先把S券發一發了好不好S券發一發 來 造福地區小夥伴們啊我跟你講這搶券券最近就是搶到瘋掉 你知道嗎大家都 一定會很快就進來喔因為 大家都是瘋狂缺券券的你知道嗎 就只能繼續的在那個聊天室一直狂暗一直狂暗一直狂暗 就是久是這麼的辛苦 久是這麼的辛苦 哈哈哈哈 就是這麼的辛苦囉 來 沒有問題 反正目前來說的話這個因為 Boss來說的話我們 SS券以前的話哲平都會打了那比較麻煩就是 最近新增加那個SS加的那個 準白啊還有那個 好像還有蝙蝠跟那個什麼 4省的那個我還沒有打過那個之後看一下有沒有人有那個 眷眷在跟他來 來拍一下這樣 我記得我們拍過的是那個 那個就是 鬼頭的那個 鬼頭的這個就是 SS加版本然後跟另外一個是那個 準白的 然後聽說蝙蝠的好像也有啊 所以蠻特別的 刷一下刷一下 水好 拜託是我SS 我就 造福社會 沒有 有啦他給我SS 碎片 他給我的是 SS碎片 好沒關係 我們這邊就繼續開發喔因為 這比較尷尬就是那個不會算你自己的啦 我們這邊發個 B啦我覺得B發完大家應該就很happy了好不好 我們這邊先把D都發完我們這邊把我們這邊 一個禮拜存的量全部都 丟給大家好不好 真的你知道嗎我現在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都會把懸賞令打一打啦懸賞令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最難搶的大概就是 A跟B跟S了 然後SS真的是要碰運氣就是了真的是 沒有這麼簡單啦 各位QQ 哈哈哈真的是沒有這麼簡單啦好不好 眷眷越來越少了 不過沒有關係好不好 哲平有眷就會分享給地區的大家 通常大家都是分給家族的人但是我覺得我家族人他們好像都 自成儀掛了都不需要我的眷眷了你知道嗎 對啊 絕對不是因為家族人都沒有給我眷眷所以我就不想給他們眷眷 絕對不是這樣子喔我們沒有不合喔 沒有啦我通常都 半夜的時候打家族人都睡著了喔 絕對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給我眷眷 有啦他們有時候還是會給我眷眷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毀謹別人 來了我們先把我們自己的那個 1跟b都送給大家好不好禮拜日就是 要刷眷眷 我是比較喜歡禮拜日趕快把那個s眷都直接打完啦因為 禮拜日的時候大家才會在那邊打s眷喔這個水喔 水喔極運三貓剛講完就送一張A 謝謝你好不好 我幫你邀人喔 你小事情好不好小事情 A的話就還不錯啦就是 A的話基本上平常也是很難搶因為 A的話呢就是兩張嘛但是你自己拿到A的話你是沒辦法就是去 就是洗掉那個次數的 所以你就是必須要就是依靠別人的A好不好那 像我們這一次的話基本上 剛剛白天的時候呢就是我在刷東西的時候已經有人先邀請我那個打一個A了所以 這張是我今天的第二張A那我今天A 就結束啦 沒有問題啦各位 爽爽好不好就是這樣這麼簡單然後 再來就是缺那個 缺s了啦好不好 一個禮拜拿五張s 這個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因為 你自己拿到s不算啦你知道嗎 就是要看有沒有人可以給啊好不好 自己拿s不算啦這點比較麻煩啦不然我們應該很簡單就直接那個 直接結束了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大家的那個卷卷都是會留在家族裡面的喔家族人優先然後通常就是家族人打完就就差不多就不會在地區看到太多了 大家都是家族為眾 自己像我也是之前也是有就先丟家族啊家族的人 家族人比較比較比較需要的話 臭類DEMO庫啦 可以 nice 有沒有機會SS懸賞令 不可能啊 B級小超 好不好這個這個都 都小事啊見怪不怪了好不好見怪不怪了 好那我們基本上給大家看就是我們這個單封的好不好這個 銀丘 那他基本上還是要有一些運氣的啦我打完了謝謝 他還是要有運氣的啊所以我覺得之後把這些弄完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拿到一張SS級懸賞令那到時候拿到的話我們就來做散事發給那個 地區的朋友們喔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喔 那大家目前來說搶聊天室地區的那個 搶聊天室地區的這個懸賞令你們覺得哪一種懸賞令最難搶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好不好 你看這個S加 我覺得禮拜日的時候真的要一直掛在這個聊天室欸一直搶這個卷子應該比較好喔 我就按拒絕了不要再一直邀喔我又不是沒進去 沒進去就代表我已經打完了對不對就不要占大家的空間了喔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我是曲評才見囉大家 掰掰 掰掰